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我们该给这个世界降降温了 在这个灶热的世界里 我劝你做个冷一点的人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 明明跟某些人不熟 却非要硬着头皮尬聊 明明不想参加某个聚会 却还是跟着一帮人喝到烂醉 明明很不喜欢某个人 见了面还是要装作亲密无间 见了谁你都笑容满面 生怕别人说你失礼 谁来找你帮忙 你都来者不拒 生怕别人说你小气 你小心翼翼 唯恐得罪一个人 你笑意盈盈 自己却一身疲惫 当你一个人难过的时候 想找个朋友聊聊天 翻遍通讯录 却找不到一个 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太顾忌别人的感受 别人却常常忽略你 每个人看起来都不错 但没有一个人 能够懂你的心 尼采诚说 摆出无比亲密的态度 装模作样地与对方套近乎 这都说明 他们并不相信自己 得到了对方的信赖 若是互相信赖 便不会依赖亲密的感觉 在外人看来 反而显得冷淡 都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真正的友谊 是不喧嚣的 也许不经常联系 但永远装在心里 你不必对所有人都热情 不是所有人 都配得到你的真心 话别说得太慢 人别熟得太快 对于不想打交道的人 不妨试着冷淡一点 不必事事讨好 不想说时就沉默 不想做的时候就拒绝 不要随随便便 就对人掏心掏肺 不要用你的热心 去贴别人的冷脸 五不热的心就不必强求 不合适的人 就干脆放手 请记住 冷淡不是冷漠 而是学会为自己而活 只有当你学会了爱自己 才有余力爱别人 如果说 做人需要一点冷淡 那么做事 就需要一点冷静 老话说 成大事者 必有静气 有的人血气方刚 头脑一热就做了决定 等意识到问题时 犯下的错 已无法弥补 有的人说话不经大脑 总是容易出口伤人 等到别人离你而去 说过的话 已无法收回 还有的人 容易感情用事 一点小事 就心神不宁 方寸大乱 甚至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真正成熟的人 从不会一惊一乍 沦为情绪的奴隶 菜根盘有言 冷眼观人 冷耳听语 冷情当感 冷心思理 冷静观察 才能知道 人心的深浅 冷静倾听 才能明白 话中的深意 冷静思考 才能做出 正确的判断 只会发泄情绪 火急火燎的人 只是庸碌的蠢人 懂得控制情绪 冷静应对的人 才是真正的智者 急躁 只会坏事 冷静 方能成事 再愤怒 也不要大吼大叫 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再难过 也不要哭天抢地 让别人看你的笑话 再着急 也不要歇斯底里 静下心 慢慢来 才有可能 把事情做好 非淡泊 无以明智 非宁静 无以致愿 要想做成一件事 首先就得有一颗 冷静的心 就像冰心老人说的 冷静的心 在任何环境里 都能建立 更深微的世界 有的人热衷交际 追逐聚光灯下的热闹 有的人喜欢独处 总在逃避 城市的喧嚣 有的人 看似风光无限 却比谁 都害怕寂寞 有的人 看似沉默寡言 灵魂 却格外 自信风盈 过于热闹的生活 常常让人 迷失了自我 生活 若能冷清一点 我们才能活得 清醒一点 周国平曾说 人生 最好的境界是 丰富的安静 任何外部活动 倘若没有一种 精神价值 为其目标 那么 不管表面上 多么轰轰烈烈 有声有色 本质上 必定是贫乏 和空虚的 与其忍受 热闹后的空虚 不如享受 冷清中的充实 不去无聊的 酒局应酬 才有更多时间 陪伴家人 抛弃无效的 垃圾社交 才有更多精力 提升自己 远离外界的 风风雨雨 才能寻一方 净土 修离 重局 沐昕有句话 说得极好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 冷冷清清的 风风火火 对于无关紧要的东西 保持冷冷清清的态度 对于真正喜欢的东西 要有风风火火的热情 读一本好书 学一种新技能 让头脑更加充实 每天规律作息 坚持运动 让身材更加健美 陪父母聊聊天 陪爱人看世界 陪孩子做游戏 让生活更加幸福 没有别人打扰 没有俗世喧闹 只有你自己 一步步 把日子越过越好 余生 愿你做个冷一点的人 不要把热情浪费在 不值得的人身上 不要把时间消耗在 不值得的世上 远离该远离的 拒绝该拒绝的 坚持该坚持的 走自己的路 不慌不忙 修自己的心 默默发光 共勉 更暗 也更暗 回头空间一段 弥漫 风弥漫 四季退过重担 大雨将被欢都重担 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 看似过去 却从未走远 拥抱的温存 梦醒一半 道别伤害的耳畔 我好诉说声 不忍再看 命运生风轻明暗 让是非与你无关 我的慌恼 我的伪装 我的不舍 被你一眼看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